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种电路的元件 称为电容器 电容器一般来说是由两个金属导体所构成的 当这两个金属导体的距离非常的近的时候 它就可以储存电能 所以在电路里面我们一般就当作储存电能的一种 装置 当然它既然可以储存电能 当然也可以把它放出来 这是一般电容器在电路里面的一种功能 而且它可以产生一种快速放电的一种效应 像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像当在急救的时候我们用的电极 电极的装置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电容器 让它产生短路 就是让正负极直接相接触 所以它会迅速的放电 然后产生一个巨大的能量 这是电容器一般的功能 那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一个平行平板电容器 它们之间的电容量如何来计算 这是两个金属板 那互相平行 在充电的时候我们给它接上一个直流电源 所以直流电源的电厂就会把这边的电子 把它转移到这边来 所以它就在这边开始带正电 那这边开始带负电荷 那我们知道电量越大的时候 电位差就会越大 那等到它达到饱和的时候 就是达到这两个金属板的电位差 跟电源的电位差相等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充电已经达到饱和 所以它这时候的电容量呢 我们就是这个金属板上面的带电量 除上这两个金属板之间的电位差 那因为这个它中间的电厂是一个均匀的电厂 所以它这个电位差也可以等于 它里面的电厂呢 乘上这两个金属板之间的距离 而这个电厂呢 又是所谓的无限大的平板电厂 所以它会等于4πk的sigma 我们经过一个公式的转换呢 它又可以等于这个F0 这个F0呢 一般我们是用F0 当两个金属板之间 没有充电任何的电阶值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称为真空的界电系数 这个代表这个意思 但是我这边为什么要用F0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会在电容器里面呢 充电一个所谓的电阶值 所以我就直接用充电的电阶值的界电系数 然后乘上它的面积 这个A是代表它的两个金属板的 这个金属板的面积 除上这两个金属板的距离 那从这个公式的探讨当中 你可以发现 影响一个电容器的最主要的因素呢 有两个因素 就是这两个因素 一个呢就是它里面的充电的这个电阶值 它的这个界电系数越大的话 它的这个电容量呢就会越大 那另外这个叫做我称为形状的因素 就是面积跟距离的一个比值 就等于这两个金属板如果靠得越近的时候 或者它的面积越大的时候呢 这个电容器呢 它的电容量当然就会越大 那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做一个立体的探讨 我们假设有一个平板电容器 它充电的物质呢是二氧化碳 当做电阶值 那它的距离呢是10的负氏之方公尺 面积呢是10的负氏平方公尺 我们看它的电容量 所以根据它的电容量呢 就应该会等于 就是F凶 然后乘上这个低分子A 我们带进去 但它这个F凶呢 其实又会等于它的Kappa 这个Kappa呢 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叫做相对界电系数 它的一个相对值 然后呢乘上这个F凶 也就等于是相当于是它的 这个界电系数 所以我们带进去以后 所以它的电容量呢 就会等于这个100 乘上8.85乘上10的负氏二次方 换句话它就会 它的F凶呢 其实就是8.85 然后乘上10的负氏次方 再乘上这个面积 它的面积就是 10的负氏二 再除上距离 10的负氏二 我们除上10的负氏 那10的负氏二 除上10的负氏呢 就是10的二次方 所以我们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呢 它的电容量是8.85 好 乘上10的负氏二 乘上10的负氏次方 中天二氧化态当作它的电界值 那距离是这样 然后面积是这样 那问你这个电容器 它允许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那中年有个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数据在这里 就是这个二氧化态 这个它的电界值强度 它的最大的电厂呢 是每公尺呢 是这个二乘以十的八次方福特 那所以它的最大的电压呢 因为我们要注意 电位差是等于电厂 乘上距离 好 所以它容许的最大的电位差呢 就是用它的这个电界值强度 就是二乘以上十的八次方 再乘上距离 这个距离是十的负氏 换学到它容许的最大电压呢 就是两万福特而已 关于这个地方我稍微解释一下 所谓电界值强度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这个电压达到两万福特的时候 因为它的距离有受到限制 它容许的最大电压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电压超过这个部分的时候 它整个二氧化态就变成一个导体 所以它会瞬间放电 就等于整个电容器呢就会烧毁掉 那有关这个电容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转的电压达到两万福特区